我覺得它不是理不理性的問題 而是說我預測下個會期 其實立法院已經報到了 嚴格講起來報到了 我們就應該要說 叫做這個會期 我認為這個會期 你看今天我們預測說 小草動員會成功 果然就成功了 人很多 現在畫面上看到這個 那這種呢 就是民進黨所擔心的 量變可能會造成質變 那我預測這個會期呢 白銀跟藍銀的合作 不但不會削弱 會更增強 這第一點 第二點呢 主戰跟這個誰去發動主戰 跟配合呢 攻守會意味 之前是國民黨在發動 然後努力的去尋求白銀的配合 說你來跟我合作如何如何 可是我認為這個會期呢 發動主戰的是白銀的立法委員 民眾黨立法委員 雖然他人少 可是他為什麼呢 因為他非戰不可啊 他如果不戰他就立馬就垮掉了 對不對 因為他自己內部 確實他們有磨合的問題 我覺得民眾黨這個年輕政黨呢 不能否認他們有內部 有不同的聲音 不同聲音 可是呢 往往有時候一個外部的壓力 跟來了一個幾乎要滅頂之災呢 會迫使你去團結 會迫使你呢 大家就會覺得說 我們先放下起見 先就這個黨 然後我們趕快先努力拼 對不對 何況民眾黨並不是一個光桿子政黨 他有立法委員 他還有地方的議員 那這些地方的議員 2026都還要選 還有一些排隊 等著要選的 就是立委的助理 議員的助理啊 已經等著要選的人 都有已經有相關的部署啊 所以這批人呢 現在一定會集結起來 那集結起來呢 我覺得國民黨比較聰明的做法 就是說第一個 你這個會期呢 你很多更要凸顯 尤其是跟司法 剛才正亮也講了 包含那個大法官的一些問題呢 其實尤其是像國會改革這種議題 本來也是民眾黨非常主張的 民眾黨現在還主張 包含對監察院啊 對於整個司法的程序啊 各方面啊 那反正大家就一起往前衝 那至於 因為現在情勢這樣改變了 本來呢民進黨一直要搞罷免戰 第一個當然要看 謝國良的這一場仗義怎麼樣 另外呢 他們原本在立法院國會的算法是說 因為國民黨叫做脆弱多數嘛 他們認為說罷免 其實只要成功兩三個 可能補選下去的話 藍綠就會翻轉嘛 可是現在你白的有巴西啊 而且這巴西是不分區的啊 你去弄他們沒有用啊 因為你弄掉一個馬上補上去一個 他永遠還是八個啊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他要逆轉說 他可以控...民進黨倒可以控制立法院呢 那他難度太高了 他要變成二加八耶 就是國民黨多的那兩席以外他還要再搞 全台灣有十席給你罷免成功 那太開玩笑了吧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民進黨要奪回立院的主導權 不可能 那另外什麼樣的氛圍能夠促使大家更願意合作 我跟各位講什麼理性啦 什麼溫和啦 感情啦 我對你很好啦 你也對我好 這沒有用 恐懼 最容易凝聚力量 那現在民進黨在司法這件事情上 賴清德下的這個重手 給大家幹嘛 人人自圍啊 尤其是柯文哲 我不是說柯文哲沒事 相反的我在台北市政府待過 我認為柯文哲圖立罪很有事 可是就算很有事 我也不贊成你用這種司法手段 去把它羈押起來啊 那你可以在根本沒有明確證據的時候 你就把它羈押起來的這種後果 那不是人人自圍嗎 每個人就覺得說 我說不定弄一個什麼事情 我也有事 對 我們在電視上講幾句話 然後有誰去跟我們鬧一下 結果我們莫名其妙就突然變有事 對 所以這個吳子佳董事長要提醒亮哥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對啊 郭正亮比我危險 感謝關心 吳子佳董事長 那我們來看到徐曉星委員呢 稍早也PO出了一個最新的這個照片 好 你可以看到這是在 那個剛剛小草的直播 我剛剛去查一下 館長的直播75000人在線 那民眾之聲直播是2萬人在線 所以這個人數 而且還有再加上在現場 還有各媒體的直播 各媒體我都不算 對 就是光是館長就有7萬多 75000 對 然後還有在這個民眾之聲 好 那這個你可以看到 這是在現場的一個最新的畫面 好 還有下一張我們來看到 今天晚上他們的活動就是 6點半到8點半 那同時呢 徐曉星也發了一個聲明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曉星委員呢 是這麼說的 他是說跟對外放話不實消息的 檢調司法特定帶風向扭曲的媒體作戰 是非常漫長也很痛苦的 那麼他也經歷過 無論是擔任馬英九前總統發言人 或者是自己也受到週刊 利用時間差扭曲事實 受害者繁多 那他知道說今天不說話 明天就會有更多受害者 所以期待司法公正 但是偵察不公開 變成偵察大公開 甚至扭曲向特定媒體不實的亂公開 所以他會繼續在國會的監督奮戰 團結一致面對執政拒售 盡可能還給台灣一個公平的司法 以及政治環境 這個是徐曉星委員剛剛的留言 我們請教永平姐 第一個我剛才不是已經預測了嗎 就是說因為現在民眾黨跟柯文哲 如果要講做在這種氛圍裡面 被民進黨感覺這個政治的黑手 在有超過過頭有一種司法迫害的 這種氛圍出來的時候 那藍營當然基於大家 我們講這個叫做吐死狐悲吧 能不能用這樣的形容詞 可是至少你會有感同身受的感覺 所以你當然在這個時候 徐曉星立刻就會 永平是存亡齒 存亡齒 存亡齒 對 存亡齒 中文能力太差 存亡齒 好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徐曉星一定會想到說當時 他那個案子也是 根本不是他的案子 他還是丈夫的姊姊的老公 姊姊跟老公 而且那些人是他的 比他年紀大的 他結婚的時候的姻親 這樣就可以利用 這個特定媒體 帶風向 整個各種的鋪天蓋地的去壓迫他 所以他當然今天會感到 很大的同輩的感受 那這種狀況底下 就像徐曉星說的 受害者重 對不對 一大堆的人 在這種莫名其妙的時候 你要講個真話 就用鋪天蓋地的方式 把你打下來 對不對 你要去對抗 你要去接個弊案 其實你說穿了 現在民進黨用大法官會議 通通要求 這個全部要說 這個司法改革的法案 通通違反憲法 他的目的是為什麼 就是讓你一些隱秘的事情 見不了光 所以在這種狀態底下 今天又非常多人 站出來的同時 我覺得今天會成為 這樣社會氛圍的一個 關鍵的轉折點 而這個轉折點 會使得未來 民進黨即使說 他利用這個時間 想要把小草再拉回去 去民進黨 或者是說想要徹底地去瓦解 反對黨的對抗的部分 我覺得他可能剛好適得其反 應該未來大家的那種抗爭的心理 對抗的心理會升高 那揭發弊案的這種意志會更強 而且我還預測一件事情 我覺得深喉嚨跟爆料會變很多 就很多人 你怎麼知道在各行各業的很多人 那些人說不定叫做隱藏小草 以前不願意浮出檯面上 現在看到覺得你太過分了 就會突然跑出來 對決定要站出來說一些 對什麼的 就至少他會把一些資料丟出來 我覺得民進黨現在接下來的麻煩 要面臨到這些聲音 也不會很小 是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